寶貝蓮 你覺得儘快要有的 有的… 我如果儘快要有的 我像儘快要有的 這樣不是你進展望的時候 我要奉承我們會不會的 要認識這個野孫 這個嚼嚼的事情 人生若夢 詹芙芸的展覽 詹芙芸老師可以說是 現在還在世的資深藝術家裡頭 大概是第一把交椅 因為他橫跨了從戰前 一直到戰後的年代 因為很特殊的淵源 因為228事件 作為陳成波的入世子弟的關係 他為了避難 才從家鄉嘉義 輾轉來到高雄落戶定居 江群老師帶出的子弟兵 為南部的交材化系統 形成了跟雅熱帶色彩 地方色彩 跟居住的空間 乃至於說山川景物 做充分結合的交材化發展 我們學徒我們要有動感 這個動感的意思是在表現的動感 不是說一個人在走 那個都動感 基本上都動感 不然那個人就不會表現了 老師在透過組織畫會 不斷地參與全國美展 全城美展 甚至到日本參加日展 東方展的這個方式 高雄藝術家的作品 以及南台灣特有的藝術風格 能夠在全國性 以及這個東洋 能夠不斷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 被看到 被聽到 被體會到 那所以以這點來說 它真的是功不可沒